好,26个节目到一次给大家听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好朋友,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香港人经常会读错的一些英文字母 话算,我很久以前在伦敦的乌斯顿火车站拍一些证件照片 有个Fedalbooth拍摄影响 拍完之后他竟然吃了我的钱 他旁边有个电话号码叫我打个求助 很快之后他就读到一个这样的东西出来 请你记下所需的reference number R,U,P,T,K 好,拜拜 那RU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读开的RU 我当时想 如果我没有受过这些训练 电光火车之间RU123 我不知道他说什么 所以我们都很需要知道 一些字母,尤其是英国 如果你移了文去英国的读法 好,那有五个 我觉得经常听到和香港的读法都挺大分别的 第一个就是R OK,刚才说了 当然说话权力是属于你的 你喜欢怎样读 是绝对没问题的 但如果你想采用一个读法 是大部分留在英国的人都会听得明白的话 你可以留意一下这些英文字母的发音 最常和我们香港读法不同就是这个了 那我们香港呢多数会读R或者R 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单元的 就是说你读整个音的时候 你的耳都会不动的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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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那香港电台叫RTHK 英国的读法 英国的读法 第二个我们会看到这个了 那我们香港通常读Z 那音表是这样写的 我们会读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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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是一个D 对不对 那就是一个音Z 那另一个经常会听到的就是Z Z 那Z呢本身属于是美国那边的读法 有时间中会听到人读Z 都不奇怪 那大大部分朋友都会读Z 之后呢我们去下一个了 那我们香港多数读V V 那V 和这个本身的读法V有什么分别呢 好了 第一样东西呢 我们读F音的嘛 火箭 飞机 放火 发发发发 OK 你有留意的话呢 上下牙齿是碰到 碰到 碰到 下唇 碰到而已 我没有说要咬啊 记得是碰不到 所以一样道理 这个V 都是一样 上牌齿 会碰到下面的牙齿 然后呢 你做一个这样的动作 V V 你会发现呢 放火箭 放飞机 这些F音呢 放手在这里 很大口气的 火箭 飞机 火箭 但是如果你读V音呢 那个动作一样 但是如果你读对的话 那颗风呢 会小很多的 V V V 这个就是主要的分别 好了 再说多一次 上牌齿 碰到下面的嘴唇 然后读V V OK 那么音标上 是这样写的 然后第四个 我觉得经常经常 会听到 和香港版本不同 就是这个 那我们香港多数 X OK 其实没错的 香港识读法 那这里的读法呢 会是怎样读呢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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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有个小小的K音 然后有个S X X X 譬如那个File叫做XFile 就不是XFile 那为什么会读X呢 留意这个字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们要将X生款的X 或者迫6个Bit 或者迫6个Bit 然后迫6个Bit 迫6个Bit 接下来 这个音 我们要读X 第五个 常常会犯错的 就是这个 偶像听到有人读G 但是应该读G 其实分别是超级不大 说真 老实说科学上 G 那尼尖 比较厚一点 OK G 比起我们想像中 其实这个是多人错的 我们另一个例子就是反面了 我们可以在一些 在学广东话的Native English Bakers 的眼中 去看这件事 譬如说 我很欣赏一个演员 歌手 何国荣 我之前拍了一段视频 有人以为我踩他 但其实绝对不是 我follow了他很久了 OK 他唱歌非常之好 但是你留意 他学了广东话几千年 他非常之标准 但是呢 你会发现呢 譬如他唱了一首这样的歌 OK 知否世事 上边 他会这样 知否世事 对不对 知否 即是说呢 他知道的G 他会变成G 即是说 连他一个那么 advanced learner 都会搞错 那调回来 其实我们这样讲 这个G 和G的分别是很难很难 相对于外国人 学广东话 他去到最后最后的stage 才会可能有机会搞定 那不单只学过一个 那我听过很多 就是native english speakers 他学广东话 这个问题都是大的 好 反正 我们香港也不是罕有 即是G 变成G 那我读回来 G G 还有一个想和大家分享的 那怎么做呢 你可以这样讲 Double 好 然后加个U OK 接入W W 你做到的话 最好读完之后 顶上A 那里 L音 Double 然后接入W W 好 然后我们顺便说 其他字母的发音 好 想说几个好似简单 但是其实 你想读得好 真的需要留意 OK 先说这个 这个也有 有东西要学 当然有 那严格来说 他是这样做的 好了 发生什么事呢 首先第一个E音 E 就不是E 那自己看看 你会有什么 E 然后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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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元音 就是说 你读的时候 你会动 E E 最后终结就是E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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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B B 严格来说 你读B 都可以的 没问题的 多数人读B B B 再听一句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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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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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 第二个就听上次英文多些 OK 那同样的道理 C 都是这样做 Day 都是这样做 所以有 Say Day 你可以读CD 都可以的 Say Day OK 接下来有A 是双原音 好了 这个 这个有种种原因 字典 不会写出来的 不过实际上 你听的人是 你按 那些发音 你听的人是 A A E E 细心听有些不同 所以 同样道理 这个就是这样 T 比较少人读 真是一个純的 Monophore P 多数是P OK T 一口气说了很多 然后 我想说 这个 最后 不是E 音 所以不是A 那样 即是 你松一点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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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求不高 这个都可以 接下来 F 用的特别 这个方法 H 極度似这个音 详细 有什么 subtle 的 difference 不说了 但是你可以想像一下 你读这个字 H 有些 Native speakers 会跟你说 应该是读H 老实说 H 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读法 百多年左右 美国那边才开始 没有H 英国 就很久 已经读H 因为 他觉得字 没有一个合音 他觉得应该有 读音 和语音 要配合这个概念 都是在人们的心目中 都是根深蒂固的 接下来 I 没什么特别 I 留意 他和中文的I 的 舌位有少少低 什么意思 嘴大些 中文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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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嚴格一點 你的舌根會提起 講得很複雜 看回我Dockel Litekel那集 你就會知道我講什麼了 L L 然後一個M A加5 沒什麼問題 大部分我們香港朋友都是這樣讀 這個N都沒問題 好 然後到這裡了 這裡有一點麻煩 多數會讀A 或者L都可以 但是香港呢 就會讀O Doesn't matter 不會造成溝通障 所以說如果你學了其他 真是還想學下去 那就學了這個 大首要 要解決我剛才說的 尤其是太過機閣 會造成溝通障 接著到這裡 嘩這個麻煩 字典會教你做 這個動作 好了 但是呢 其實呢 你跟這個做 是沒有人行的 先教你們讀 OK 第一個呢 你要懂得讀這個Y 字典沒有的 好 怎樣做呢 於是的U 舒服的舒 那個音 U 然後Ki 完之後 第一部分Ki 加個U 就可以讀到 Ki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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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它有這樣的組合呢 其實它是一個 法文 轉出來的 多數的這些組合 對不對 跟我們本身認識的 Q 就有點不同了 S 沒有特別 U 我叫U Yu 跟香港讀法有一點點都是不同的 如果你真的很想學的 就告訴你 Yu Yu 香港讀法 Yu Yu 會比較 條理縮得後一點 U 去到那些位了 行不行 Yu Yu 現在的現象就越來越前了 甚至聽到Q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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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極度前了 Yu Yu 中間 Yu Yu 最後香港讀法 Yu Yu 最好就拿回中間 Yu 前中後的感覺 不是一時三刻會說出來給你聽的 亦都不是一時三刻會學到的 這個真的沒辦法 有點訓練了 容許我買花棧花香 英式英文 發音班 持續 招生 看看有沒有位 有沒有緣 看到大家 Link 在下面 若然你說沒有那麼追求細智 沒有什麼所謂 因為都不會造成溝通障礙 語言 是用來溝通的 OK 然後到這個 最後 Y OK Y 一樣道理 虧位是比較低的 就是說通常條理 就是通常條理會比較低 I I Y Y 好 26個字幕 讀一次給大家聽 A B C D A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O S T U V W X Y Z 在英國的口音千變萬化五花百門 大家都知道 但如果你跟以上的讀法 我相信大部分在英國的朋友都會立即聽到明白你說什麼 記得現在就按入留言的連結 立即下載我們的二文英文最常見的一百個生子的筆記 希望能幫到你們